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村长 喂 刘峰啊 那个 我那天跟你说的那个村里建厂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嗯 村长 我下午回村里一趟吧 到时候咱俩再商量一下 你看怎么样 嗯 那行吧 嗯 那就这样 我先挂了 好 就穿这样 吃了 吃 吃 小辣子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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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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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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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这是怎么了 我老包又有份 大爷大爷您别着急我扶您进医院 大爷您慢点 大爷您没事我就放心了 小伙子 今天多亏了有你 要不然我怎么样子 我都不敢想啊 好多路人 他们都不服我 都说我是碰瓷的 哎呀小伙子 你真是个大好人 大爷您别这样说 我这都是举手之劳 小伙子 今天我出门忘记带药了 如果不是你 我还真活不成了 小伙子你说 你想要什么 大爷都给你 我有钱 我白手起家 我有个公司 这样你去我们公司上班可以吗 大爷真不用了 这个只是举手之劳 要不然我给你钱 我有钱 我给你钱 大爷真不用了 这个 真的没事了 小伙子不行 我要感谢你 这钱你拿就花 拿就花 大爷这个事不得我不能要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小伙子 小伙子 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我 我叫世贤 世贤 世贤 真是个好人 世上啊 还是好人多 小伙子 阿辉 你家那么有钱 你爸能看上我吗 我爸不是那样的人 我爸一向看中的都是人品 放心吧 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 我怕 哎呀 我自己看上了 我爸肯定同意 走吧 好吧 爸 爸 我俩回来了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的男朋友 红世贤 哦 这就是你的男朋友啊 叔叔好 世贤 哦 原来是你啊 我说怎么没要说的 爸 你认识他呀 阿辉 我不太认识他 他还救过我的命呢 救过你的命 对呀 叔叔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怎么不记得 小伙子 不记得了 当初 我在路边晕倒了 其他人都不愿意救我 说我是碰瓷的 只有你 救了我 还把我送去医院 哦 叔叔 你这样一说 我还真想起来的 原来真的是你 是啊 小伙子 小伙子 当初多亏了你 如果不是你啊 阿辉现在都没爸爸了 爸 你说什么呢 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那 你看我和世贤的婚私 叔叔 我 我家里比较困难 所以我有顾虑 我担心我配不上阿辉 世贤啊 不要有什么顾虑 我现在 非常放心 爸阿辉交给你 爸 真的吗 真的 我很满意 谢谢你了 爸 真好 世贤 真是好人有好报啊 真没想到 我们居然成了一家人 我这不是也多了个女婿吗 俗话说 一个女婿 搬个儿 我这剩一个儿啊 呵呵呵 行了 你们先聊 我给你们做饭吃 好的吧 真好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阿辉啊 爸交代你个事 爸什么事你说 你看 爸也老了 干不动了 公司就交给你和世贤了 世贤 人好 做事也踏实 交给他 我放心 爸 我俩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 哎 乖乖女